近年来中央大力推动生意产业 其中竹北生意园区跟竹科 成为产业相当重要的一环 最近科管局带领两家生意领域的 企业召该记者会 让更多人了解在地生意的发展力 目前新竹科学园区的话 的生意产业的话有112家 去年到去年是112家 那营业额的话是连续两年 106年跟107年的话都超过100亿 那去年的营业已经达到117亿了 那我们这个 现在就我们去年 营丁的44家的新竹的厂商里面的话 进入生意园区的话就有13家 这样子 那生技产业有22家 所以这个占我们营丁的厂商 大概达50%左右 所以其实生技产业 在我们新竹科学园区的成长方 是非常快的 这力道也非常强的这样子 这次参与的汉生 医店与巨生生医两家厂商都源自工研院 分别以医疗设备与药品研发抢占市场 也见证了台湾生医产业多元面向 同时发展的策略 我们这个技术的话 其实是用光学图的一个技术 然后我们去做改造 然后改造以后形成一个脸色扫描 类似光碟机在读光碟片一样 性价比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性能 我们是跟国外的机台的话 就是说平温秋色之间 然后价格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国外机台上色以下 我们是一个以奈米药物为主的一个新药开发公司 那我们有两个核心技术平台 一个是奈米粒子 一个是奈米围包 那一个软的 一个硬的 但是这两种的奈米药物 因为奈米尺度的关系 所以在临床上能够达到一些 别种的药物做不到的功能 生医产业结合医学与高科技 不断研发出新的药品 或是新的医疗器材设备 帮助病患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 新竹地区的生医产业产业链 也正在建立 在不远的未来 也将成为台湾产业的一大重点 开破新竹陈洛宜红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